今天我们来到越南河内环剑湖 它是越南首都河内众多大小湖泊中最著名的一个 很多旅游团体一定来这里打卡 每个星期天这里都会举办一些活动摆摊 来吸引更多的游人和居民来这里旅游消费 每个星期六晚上这里都有一个灯光夜市 售卖衣服 皮具 头发 装饰品 越南特色物质等等 价钱非常之便宜 很平民化 它虽然是旅游区 但是在这里买东西很便宜 如果你去买东西的的话 可以讲价的一般讲十万越南盾或者两万越南盾 当然小的物品就不要讲价钱了 今天星期天环剑湖两边都摆满了摊档 现在我来说说环剑湖的故事 环剑湖位于河内市中心区 它是一个天然淡水湖 是河内著名地标和旅游景点 市民平常悠闲娱乐的重要场所 它最大长度700公尺 最大宽度250公尺表面积约12公顷 平均深度1.4公尺 湖中有两座小岛小的一座位于湖中心称规秋岛 岛上建有龟塔 四周未修建任何通道与湖岸相连 游人无法抵挡 较大的一座位于湖的北部称玉山岛 岛上建有玉山祠 祠门前有一座七续桥的木拱桥 与湖东岸相连 相传在南报发蓝山起义前夕 一名渔夫在此湖往的一个古剑的剑身 上课顺天两次 渔民将它送给了当时的起义领袖 黎丽 随后黎丽又得到一个相配的剑柄 于是组装成了一把顺天剑 在抗明十年战争中 黎丽一直将此剑带在身边 最后击败了明朝军队建立了后离朝 不久后有一天 黎丽来到此湖 突然间见到一个金色的大龟 在水里面朝着它游过来 于是它就拿出顺天剑指向金龟 但顺天剑却被金龟叼走了游入湖水中 黎丽就叫人注定堵塞湖口 排水寻剑 但没有寻的 黎丽认为可能这是金龟 在抗战争时赐给它这一把宝剑 现在抗战结束了 你应该还给它剑 所以它命名这湖叫环剑湖 后来又传说此剑被送还 插在湖中心 剑柄露出水面 成为了湖心小岛上的一座小塔 所以叫龟塔 哈哈那只是传说 而北部的原型小岛玉山祠 剑于后离朝未年 供奉官一星道王陈国骏和文昌帝君三圣 1865年修契玉山祠 并在附近建了镇波亭 七旭墙 比塔和燕台 传说我们就说到这里了 现在我们就去游玩寻找美食 享受环剑湖的美景 很多人在湖边画人像 这是越南特产 这是用面粉做成的手工艺面素 面素手工艺做出 有卡通人物动物等等 手工艺人一边做一边卖 每个大约20 零越南顿约美元90仙 尖桥湖边上一年四季 树木绿叶葱葱 平时有很多人在这里摆摊的 这就是七旭桥 连接木拱桥的就是玉山祠 这里风景优美 所以很多人都会穿着越南服装 在这里照相 或者在这里取景照婚纱照 也有人在这里看手相面相 这是玉山祠的入口 进入玉山祠 是要买门票的三万越南顿 约1.30美元 因为时间关系 今天我们就没有进去 其实之前我去了两次 这是笔塔 约有五层高 我们转过镜头 继续去游游逛逛 除了美景 街边也有很多美食摊的 我们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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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系列的 在这边 我们转过来 去游逛 给我们转过来 我们转过来 现在给我们转过来 我们来到了一个面当 这是刚才在摊位上买的 两万越南炖约美元八五鲜 香脆可口 这个店的云吞面很好吃 插烧凉拌粉 薄薄的插烧松脆的花生和香香的炸蒜 肉滑多汁的云吞 吃饱饭我们继续我们的旅程 建环桥也是越南景点36谷街的入口 如果走累了也可以坐这种三轮车 价钱就呵呵比出租车还贵 来越南河内旅游建环桥是必来的景点 今天刚好看到街舞比赛 这些摊档都是卖越南特产越南美食为主 榴莲很便宜 十万越南炖两公斤为美元两元一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时候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每一次摆摊档 他们都有一些蔬菜摊档 这些蔬菜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在超市里都有的卖 这个是越南特产 里面是爆开的米上面放了一层肉松 我买了三个总共五万越南炖 脆脆的香喷喷 很好吃 这些都是越南特产甜品 非常有名 也非常好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著名的越南面包一万越南炖三条,为美元四二线 刚刚出炉热乎乎,我买了三条 外脆内软,忍不住就拿来吃了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下集再见,谢谢你的观看